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计算题 这个是属于另外一个单元的 视频分析单元的 阿远看到这边心中揪了一下 第75题 定量严分的时候 我不是要讲解这一题 我只是要提我做梦梦到的情境 定量严分的时候使用二个酸甲 对不起 那个 讲错 个酸甲 对不起 讲错 这是个酸甲 CRO4是个不是二个 不是从个酸甲 这是个酸甲 个酸甲为低定终点指示剂 无法购得药品的时候 以下列何者代替 很抱歉 你写完题目你没有感觉 我告诉你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有读确定致癌 你买不到 现在是管制品 如果你要买的时候呢 你必须出示相关的资料 然后呢 你工厂放了一罐之后呢 你必须要每个月回报使用量 因为它是管制化学品 这是六价格 Chromium 这是六价格确定致癌 因此需要管制 很抱歉 这个东西不会讲那么细 那当然它只是要考试哦 那这个东西可能留给老师补充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这是我做梦 2013年做梦梦到的哦 好那 就有食品工厂是要用这一块 就用这一块 那至少操作人员要有环保署 现在环保部 秉级读物的证照 秉级读物的证照 不然的话不能操作 而且呢它必须定期跟环保单位申报相关的事情 申报相关的事情 好来 我们看到下面了 那这边也是一些几个简单的计算题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可能你们都没问题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就来阿元录影是很低成本的 我们来跟大家报告 73题 有关重量单位换算下列何者错误 好第一个 1000跟这1公斤等于1000公克 看起来没问题 1公克等于1000毫克 这个没有问题 好1毫克等于100微克 这个就有问题了 因为呢 1毫克下去 我们这个是用外国人的思维 他一次就是10的三次方或负三次方 10的三次方放在分子 或负三次方就是放在分母的意思 我们说1公克下去 1公克下去就是千分之一就是1毫克 在千分之一是1微克 反过来1微克乘上1000倍 不是100倍哦 来我这边写一下 这边的话呢 加上一个0 我这边加上一个0 对不起 这边加上一个0 1000为克就是1毫克 这才是正确的哦 好那就像说 那个这个只是一个我们习惯了 哎你薪水几万啊 我薪水20万 月薪20万 哎很抱歉 万这个词是亚洲的 日本也用万 然后但是但是呢 我们如果以欧美系统数学为主的时候呢 他你你讲你的月薪20万台币 他叫做你的月薪是200千 200 他是用200千 那没办法 这就是习俗 那今天呢 我们台湾2300万人口 我们需要团结一致 很抱歉 他不是讲2300万哦 他是讲2300万 那个22 million 这么多人 所以他用法会不一样哦 好 再来那个1公克等于千分之一公斤 10公克乘上10倍哦 等于千分之一公斤 乘上10就0.01 这个没有问题 好 所以这一题的话 还算OK 好 OK 第79题 78题是重量 79题是容量 体积 好 下类合者错误 1公升等于1000毫升 这个没问题 1公升是大L 像我手写习惯勾起来 比较好辨识哦 像我手写Z对不对 我都会加一个这个 好 那手写的0的时候 有些时候会会这样子好 所以每个地方会不一样 这都是一个辨识问题哦 1000毫升 毫升是mL 好 一立方公尺等于1000立方公分 不是 因为一立方公尺 他是长 广宽 高 对不对 也就是他是100公分 乘上100公分 乘上100公分 这边眼镜看得到就有123456 就有6个0了 是123456 如果你要那个千分位的话 就是等于100万立方公分 不是1000立方公分 所以他他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错误 好 一立方公尺等于1000公升 这个没问题 一立方公分等于一毫升 这个没问题 就是一个cm三次方 等于1ml 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所以79题要讲的就是这一块 要讲的就是这一块 好 再来 第80题 我换个颜色的笔 80题是讲长度 有关长度的单位下列合者错误 1公尺等于10的2次方公分 括号 试验 没问题 1公尺等于10的3次方公里 离 这个是注音是 1公尺等于10的6次方毫米 跟着微米 micrometer 这个没问题 好 1公尺等于10的12次方奈米 不是 他是那个另外一个词 他是10的 那个这边的话 mini 10的-3 micro 10的-6 下去就是nano的 10的-9 诶对不起 写错了 来 10的-9 OK 那那个10的-10是另外一个单位 所以奈米的话 我们讲奈米材料是10的-9 那如果你愿意背的话 有个东西叫10的-10 叫Istrom I 下面打一个点 Einstrom的那个单位 好 这就是长度的单位 好 再来 第81题 下列核者选项中 核者最重 核者最重 好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时候 可以把所有的单位都换成公斤 会比较好算 好 0.01公吨的话是几公斤 1公吨的1000公斤 123 移动三个零 所以它是1公斤 1kg 0.5公斤 就是我们以公斤为单位 没问题 400公克 就等于0.4kg 1000毫克 就等于1克 等于1g 等于0.001kg OK答案出来了 1kg 0.5kg 0.4kg 0.01kg 答案就这个最重 OK 好 这就是1 再来我们看到第82题 也是体积 这是一样类似体积的单位 请问下列核者水的容量最大 那我们你看到这边 立方公分 毫升立方公分 我们就用什么东西来算 我们就用立方公分 或毫升来算 这比较好算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不用算就是100 这边不用算也是100 好来 0.2公升乘上1000倍 123得到200毫升 再来一立方公尺 这个比较难算 我们说一立方公尺 0.1立方公尺 对不对 也就是说一立方公尺的话 就是周边是100公分 他是100万 没关系 100乘100 乘100 乘100 立方公分 对不对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就100万 6颗0是100万 这个要备 0.1的时候呢 只剩下5个0 就是50万 好来我这边全部插掉 哎 跟这不是 不是50万 就是变10万 所以变成10 1 2 3 4 5 立方公分 或者讲这样子 一样意思 所以呢 这边是10万毫升 200毫升 100毫升 100毫升 所以答案是这个容量最大 好 这个解释 这个我跟各位讲 这个跟阿元化学超强 没关系 这个是比数学 比记忆力 比勤劳的 再一次 阿元假设很强的话 我10秒解出一题 但是总共考试时间 对你们而言 你30秒 跟1分钟解出一题 够用 够用最重要 不是要跟别人比高下 OK 你考驾照 你考机车驾照 汽车驾照 不是比看谁最快 考完所有的 1分钟考完 2分钟考完 是大家安全的考完 且及格 你就拿到驾照 这个就是持平秉级的重点 他不是考人数 他是考及格 所以完全不同思维 好 下列合者不同长度 下列合者最长 公尺 公里 公分 公寸 来 那我们全部把它换成公尺 好了 来第一个公尺就不用换 就是6公尺 1公里等于1000公尺 移动三个0 1 2 3 这边加一个0 就是10 他是10公尺 好 再来 300公分 除以1000 等于0.3公尺 10公寸 1公寸 10公分 这个等于100公分 100公分等于1公尺 所以这是1公尺 好答案出来了 6公尺 10公尺 0.3公尺 1公尺 所以最长的就是2号 好 所以呢 这块的话就是属于单位换算的部分 因为不瞒各位说 前两天我才 我们合作伙伴 我才帮忙算一个东西 算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就算体积 他这个东西是多少 他这个 他的面积的宽度是50毫米 50毫米 好他的高度呢 是0.1mm 好 所以我经过换算之后 他菌体换完之后呢 非常的小 他这样 换完之后 要乘以一个倍率 才是1公分 这牵涉到那个群样的一些问题 好 OK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 alles